若有一栋大楼经过太阳投射之后 它的影子长75尺 这时候站在地面大楼影子端点 观测太阳的阳角 那阳角呢 是30度 阳角就是我们观测着 仰视目标物 就是呢 把你的眼神看水平 然后呢再慢慢的抬头 抬头的话呢 到目标物就是你要看的大楼的顶的连线 和我们的水平线的夹角就叫做阳角 所以我们可以来画这是第一面 而这是我们的大楼建筑物 当太阳从这边照射 所以呢照射下来之后会产生一段影子的长度 那我们的人和大楼比起来就会很小 所以我们人的高度就不计了 好这边呢 大楼的影子长度是75尺 而我们人从这边抬头向上看 建筑物的顶端的阳角为30度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标示上去的都已经写好了 好那建筑物通常一定是盖垂直的嘛 所以这边是直角 我们来标上去 A B C 把三个角标上去 我们的角A是30度 所以呢 有一个30度 而且我们有影子长的AC长 而我们要求的实践主物的高度就是BC的长度 好BC的长度 那BC的长度呢 我们就假设为H 好那我们就可以利用30度 好利用30度的三角函数 Tangent 30度 因为我们有的是这两个边 所以我们只能利用Tangent或者是Cotangent 好Tangent 30度呢 就是等于75尺分之H 而Tangent 30度 我们知道它的边长比 是不是1比2比根号3 所以Tangent的比值就是根号3分之1 好那接着呢 我们做交叉相乘 根号3H等于75 所以H的话就会等于根号3分之75 那接着我们分母有理化 好乘上根号3 这样分母就会变成3 好三分之75 根号3 我们来做约分 3和75约分的话呢 是不是得到25 所以我们建筑物的高度就是25 根号5 单位呢 是尺 所以是25根号5尺 我们在这里的高度就是25根号3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高度就是25根号4 是5根号4 接着呢我们把分母有理化 所以我们上下同乘根号3 这样我们的分母就会得到3 分子呢就是75根号3 好3和75约分得到25 所以我们建筑物的高度就是25根号3 单位呢就是尺 这样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